但是另一頭 陳吉仲今天也在糾結一件事情 他說希望對方 不要再透過記者會來回應了 不要透過記者會回應 那永平是怎樣 是打給他嗎 是鳳梨打給他嗎 對不起 私下就這樣子 我不喜歡你 我幹嘛打給你 這不就是這樣子嗎 現在你要透過 你不要透過記者會回應 是要怎麼回應 請問 其實秀芳 我不曉得你還記不記得 就是之前那個年初三月份 那個鳳梨事件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你這個節目裡面 也已經語重心長的提醒過 就是說你民進黨 還包含像陳其中 這種農委會主委 你明明是技術性 你應該去好好的解決問題 誠懇的跟大陸 來進行協商的部分 你第一時間 你就馬上把他升高 到政治處理 鳳梨的時候 陳其中他們打得多兇 第一時間說 你也不提供我們證據 然後大家又沒有往來什麼的 後來那個大陸方面受不了 證據一一丟出來 他才又改口 可是在他改口的同時 民進黨已經把那個 政治位升得很高 已經直接開罵 然後直接在民進黨中常會說 什麼吃鳳梨 救台灣各方面對不對 不是還去發動我們一些 朋友 外交友人 什麼美國 加拿大 什麼大家都在臉書 你看昨天他又跑去 台商總會晚宴 希望大家大量購買 連無世家 秀芳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當你在那個時間 你可以技術性解決 就你不技術性解決 你把他無限上綱到 連技術 該辦技術官僚事務的人 都把他上綱到政治解決 而且是跟反中 抗中一起的話 當時我們在你節目裡就預測 這樣接下來 其他的水果就遭殃了 因為就像今天 節目開場的時候 您講了一句很實在的話 其實難免農作物都會有蟲 以前這個問題為什麼不嚴重 因為大家在關係比較和緩好 而且技術性協商管道 沒有破裂的時候 這些問題都可以趕快去 透過解決 甚至有蟲的那批刺先壓下來 然後請你去弄 請你再換沒有蟲的 趕快過來等等 其實這些事情都不外乎 是一種善意跟人情 可是現在善意人情沒有了 然後再加上民進黨的 這樣的一種完全仇中式的 然後動不動 無限上綱政治的一種處理 造成你原本有的 技術性協商的管道都沒有了 但永明我要問你 民進黨當然不笨 民進黨知不知道這樣做 就談崩了 水果就再也賣不出去了 果農這批就得要砍掉了 民進黨一定知道 但他為什麼堅持要這樣做 會不會他認為這是地上的槍 我要趕快撿起來 我撿到槍了 結果果然看到 因為防疫的關係 之前蔡英文的民調一直掉 但是聯務世家之後 他的民調又回升了4% 是不是 我應該這麼說 你訴求大的 特別是非農民以外的 比較不相干的 跟農作物沒關係的 直接的消費者 一般的民眾 甚至年輕人 可能又可以凝聚一種 同仇敵愷抗中的氣勢 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是怎麼樣 他是踩在農民的身上 壓榨農民的血汗 讓農民完全欲哭無淚 踩著他們的身體 得到政治的好處 真的 我們一個政府 你不惜踩在最弱勢的人的頭上 身上得到你的政治的好處 你不會遭到反撲嗎 像這次世家的情形有多嚴重 台東縣長饒慶林 他直接講過一個數字 每年要削大陸的鳳梨 95%的鳳梨都是削大陸 特別是他的鳳梨世家 不是鳳梨是世家 鳳梨世家 他95%都是削大陸 他種植面積有多少 2700公頃 然後他收的水果的數量 有15000公噸 可是如果賣不到大陸去 我們國內 剛才介大使說 到時候軍人什麼什麼 大家又要吃 台東縣政府就講 他們賣力 用盡所有的方法 配合全力促銷世家的結果 他能促銷多少 15萬噸 對 15000公噸 銷往大陸的 你國內只能賣15萬噸 就算了 不算了 等等 我去找一次 他找一次 一切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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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我去看 我去看